是屬於劈腿型的 我不劈腿 我一定會把它結束掉 但是可能會有重疊一段時間 那就是劈腿嗎 飛輪蝶血 史蒂芬 史畢伯監製的 不是導演 監製的 我就跟我哥講說 哥 這兩兄弟有拍的戲 很小看 一定要看 我哥就說 史蒂芬 史畢伯不是兩兄弟 他是一個人而已 我一直以為史蒂芬是一個人 史畢伯是 因為大概不能嘎 難過 哪有 馬國賢就嘎三步 馬國賢那麼便宜 他OK的 這一次你就講沒消息 完全沒消息了 那後來怎麼沒消息 後來他們說找馬國賢比較好 非常非常的確定 馬國賢非常便宜 我跟梁島在辦公室 那便當已經送來很久了 我整個人已經二番了 而且我那個時候還在發育 那時候還在什麼 發育 你幾歲 那時候 陶宇寧是有十年了 十年前在發育喔 十年 你哪裡 發育哪裡 對 你們一定要 你十年前代退了吧 你們一定要這樣勾起來 好 奶奶都沒有 我怎麼樣給你 八月發生一件 我覺得是我 發生最嚴重的事情 很挫折 一個大愛的戲 然後呢 那這個大愛戲是合作過的 可中哥拍的 可中導演拍的 已經合作過 之前都認識 跟製作人也很熟 那角色都很OK 而且大愛的戲 絕大部分 春蓬知道 絕大部分都是閩南語 那我那個運氣很好 那個故事的角色是講國語 所以我二十幾集 前半部二十幾集的戲 全部都講國語 那我很開心 我非常開心 適合你 而且已經談定了 幾乎就是要拍了 好了 另外一邊打來了 另外一部戲 也是大愛的 然後閩南語 然後他說他打來以後呢 跟他說不行 因為我們已經接了另外一部 痛苦 對 學不到 因為大愛不能嘎 難過 哪有 馬國賢就嘎三部 馬國賢那麼便宜 他OK的 對 看角色啦 對 然後呢 客串性的就可以嘎了 然後呢 那部戲打來 我就說不行 就把它推掉了 推掉以後呢 隔了一個禮拜接到電話 那一邊說 那一邊 就是原本訂的 原本訂的那一邊說 新的那一個 打電話給大愛台 對 希望我去那一邊 是 就原來那個 那我就說 那你們決定 你們認為可以 那他們說 因為大愛的長官 打給他們 我說說好吧 我就跟助理研究 OK 就把這邊推掉 是 反正以後再合作 因為那是熟的單位 那這邊是新單位 好啦 我就答應了 喬喬喬喬喬 喬了好久了喔 什麼 然後一直到 訂裝的前一天 副導演中午打電話給我 你要戴什麼樣的衣服 那都是比較舊年代的戲 那有些衣服我沒有 就是比較花的襯衫 或者是比較老式的Polo衫 我沒有 沒有 那我就去饒河街找 是 我去饒河街買了四件 Polo衫 然後呢 我說不行 我覺得不夠了 他就說你去龍總那邊 龍總那邊 因為很多老人家 去龍城那邊買衣服 對 那邊 真的 那邊有很多 一些 因為退伍的老兵 那是什麼 就去那邊買的 年輕人最喜歡去的就是他 真的啊 我為了買那衣服 一天我都在外面晃 敬夜 對 找衣服 晚上十點多打來 不用去了 叫你不用去訂裝 對 明天不用去了 對 而且沒有講為什麼 是說 延後 訂裝延後 OK 心裡也沒有太多的想法 是 然後這一次你就這樣 沒消息 完全沒消息了 一直到我在拍 我又接了一檔大愛的戲 然後有一個 本來那邊的製片 跑到這邊來 是 我們跟你時間敲了好久 然後怎麼樣 我說那後來怎麼沒消息 然後後來他們說 找馬國賢比較好看 被人家截走過 後來我就知道 後來我就可以非常非常確定 是這個原因嗎 敲好久 從來沒有這樣過 而且隔一天都已經要訂裝了 然後我自己還花了錢 買衣服 新的一半出現 我覺得很多男生都是這樣子 你的新的一半 我的新的一半出現 所以舊的一半就算了 因為你會覺得完全要 想要趕快掌控新的那一個 所以你要把舊的這個結束掉 所以說你也是屬於劈腿型的 我不劈腿 我一定會把它結束掉 但是可能會有重疊一段時間 那就是劈腿嗎 噗 不是 還要解釋啊 不是 文一點的嗎 現在換五了 我可以看 好 好 現在換你變文的 劈腿啊 劈腿 就等於就是說 因為舊愛已經變成平淡無奇 然後變成心愛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你更需要 也有可能 新的特別特別的吸引你 特別特別的好 而且剛好他的優點可能就是 可能能夠填補就是說 舊的不OK的地方 對 反正就是喜新厭舊就對了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你是正常 那孫某的孫某是怎麼樣 是 為什麼要分手 就是不愛了嘛 哇賽 這句話都講得出來 我覺得他這回答就很率性了 就是不愛了嘛 那是因為他現在這樣回答我們 可是他不會這樣直接跟女生說 那當然啊 這樣直接跟女生說 其實 太殘忍了一點 反正其實都是傷害啦 但是只是希望把傷害降到最低 那我們男孩子哈拉的時候 我就是不愛他 我當然分手 可是如果說我面對他的時候 我不可能會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不愛人 反正很愛又突然不愛 你知道嗎 當相處久了以後 他可能會發現我的壞習慣 我可能會發現他的壞習慣 人都有壞習慣 但是壞習慣不能容忍的時候 你可能會為了一點 這一點要分開 你可能會為了他這一點 再去找新的對象 像你這個情形就是 就像火山的爆發之前 一隻雞那個能量 他每做壞習慣就 對 雞就是 對 火山要另外一種形容 就是一開罐的啤酒 他沒事一直咬你 然後他不開你 然後一天開了 啊 啊 這行 我就知道你以前怎麼弄我的 不過這跟每個人個性又不一樣 孫鹏是比較火爆 大家都知道的 要是我們的話 我覺得比較平衡一點 那你是怎麼分手的 這麼平衡還會分手 那是分什麼意思 他是喝到棒叫 然後在馬上出現 你怎麼喝成這樣子 呃 那個搬串的時候跟楊分手 我說好分手 你還分啦 好分不分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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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倒是 我覺得除了第三者喔 就是個性上面 相處上面 其實我覺得在愛的時候 都有得談的 尤其像我 我覺得我比較自私 就是沒有第三者的時候 我可能因為我不要寂寞 我不要一個人 那我可以遷就他有一些東西 我不能夠接受 嗯 所以愛情是不能勉強 當你一開始就稍微勉強的話 到時候一定會出問題 一直勉強 一直勉強 對 然後最後就像他一樣 爆發了 對爆發了 那是受不了的對不對 對 那大家有沒有聽過很爛的分手禮 我太愛你了 你走吧 我聽過啊 我聽過啊 我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不是我啊 不是不是 就是他就跟你說我太愛你了 對 真的有這樣講嗎 真的啊 真的啊 太愛你所以不要在一起 對啊 怕傷害他 是不是意思 對 那真的是怪怪的嗎 因為我太愛你了 可是我沒有辦法不玩 我愛繳獲 但是我愛你 那我就選擇我繼續繳獲 不要你傷心 對 不要讓你難過 他這個理由分手成功了嗎 成功啊 當你第一次講這樣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塞 這什麼理由啊 你會很心痛你知道嗎 可是你說了三次五次 十次以後 你會覺得這個男的 根本就是一個混蛋嘛 你為什麼要用這樣的理由 來跟我分開呢 你說我不愛我了 你說你不愛我 我都可以接受 你因為他愛我 你他愛我就為我做一些事情啊 對不對 為我做一些改變 你用這個理由來跟我分開 真的 我覺得說多了是會成功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爛的理由 對 男生年輕的時候 實在是很自私的 他就完全不會管另外一半 去想些什麼東西 你完全不會在乎他 到底心理層面要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你已經到手了 然後反過來 事情過了結束以後 你才會想說 哇塞 他到底承受了多少的壓力 這集我跪著路好了 每一句話都心有氣氣焉 是不是 但是分手 有時候就算是女孩子劈腿 女孩子的錯 但是女孩子也會哭的啊 搞到好像是 好像是她沒有錯 對 沒有錯 我才跟我哭下去 都要嗆到我的聲音 真的 其實有一種分手的理由 我聽了就很 很你知道 個癮 也講得很籠統 我們個性不和 什麼叫做個性不和 個性不和 你會牽著我的手在街上走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個性不和 這一句話 是我很不能接受 那麼籠統的個性不和 不然你去找一個 哥哥你很和的 我都不太相信了 你去問那麼多 結獲婚的男女好了 就是現在還是夫妻 相愛了二十年 他們個性真的很和 不可能 對不對 怎麼可能找到個性 跟你一模一樣的 真的 100隊裡面有98隊 是用忍啊 都是包容啊 都是包容 另外兩隊是用 真的 對 有名好的 ㄍㄧ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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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包容 真的我們了解 我了解 我了解 還有一種分手 一定不是男人的錯 就是兵變 喔 兵變我們戳在哪裡了 要是 我們報效國家 我們保家為土 要嗎 還要跟我兵變 God damn it 你是當兩年兵試試看 你吹外島試試看 你是吹白頭 其實我 你有被兵變過嗎 沒有我先閃了 我接到兵單直接分手 是喔 真的啊 我也是 我也是 我收到兵單以後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們不要在一起 為什麼呢 因為兵變是一定的 為什麼會一定的 沒有男生不兵變的 你有聽過 你的周遭有聽過 你當完兵回來 他的女朋友還沒有換的嗎 除非當兵人先結婚 對不對 絕對沒有 很難啦 不能改說絕對沒有啦 大概100隊 大概有0.5隊 我覺得兵變最討厭的地方在哪裡 你知道嗎 你束手無策 對 沒辦法 你沒辦法 你知道嗎 你就算條件比他再好 人家不用當兵 真的 對不對 人家還在念書 完全輸 完全是輸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什麼 放假的時候 拿把槍果來把他幹掉 講得我們當兵好像賣嬉皮笑臉的 你講講看你怎麼樣 因為我在外島 我們十字刻刻都在演習 是哪一個島 我在北竿 哇 你地位太高了 那其實我們的 我覺得其實最深刻的演習是 六四天安門 那一整個月 那一整個月我們幾乎是沒睡的 就是據點裡面的人 每個人輪流 就是分十幾個人嘛 帶班長 班長跟排富嘛 然後輪流一個人睡一個鐘頭 一個人睡一個鐘頭 這樣子 而且是全副武裝 每一天全副武裝 那時候好像已經是狀況二了 很緊張 對不對 已經感覺到打仗了 我們那個時候緊張到就是 常常都會有漁船 整個被包圍 就是馬祖整個被包圍 緊張 整個海是通亮的 剉流 對 非常緊張 我第一次 第一次被夾彈夾了一個禮拜 就是我第一天報到 第一天報到我就看到 所有的漁船都來 亮啊 我緊張 我怕死了 你知道嗎 會會會 我就敲那個螺 咚咚咚 把所有人都叫起來 班長一上來看 怎麼了 發生了什麼事 我說你看 他說 我在這邊半年 我每天都看到這樣子 我看了 我看了半年的東西 因為這個把我叫起來 我每天夾彈 每天 很慘 非常慘 不要說演習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沒有 因為我沒有 那個時候還沒有航空站 是 全部都是靠運捕 運捕 然後所有人到 就比方說運捕鍵來了 一整個營的人就要來 搬兩天兩夜 就是每一個人進去 你出來可能是一包米 或者是一包水泥 或者是滾油桶 滾油桶出來 然後搬酒 搬所有的東西 是 所有東西要搬兩天兩夜 因為我們一整個島的 都是靠那個補給 一個月一次嘛 一個月來一次補助鍵 那麼多人要吃 你看那個水呢 喝水有沒有關 一樣都是全部都是 他那個很黑的笑話 我也有一個笑話 阿平哥 我比方說我跟 我一個同梯啊 一到馬祖以後 我們就分開了 是 就沒再見面了 嗯 四個月以後 第一次休假 上那個 上那個補給鍵 要回台灣 有一個人看到我 王建銘 你誰啊 你怎麼黑成這樣子 你是誰啊 請問你哪位啊 我是陳正遠 我你同梯的 我同梯啊 我說你怎麼會 黑成這樣子 他是跟黑碳一樣喔 比他這個黑到十倍 整個是黑 整個是黑的發亮 是一個黑人 對 飛到發亮 他說你家裡面失火 我說你怎麼 你去哪裡啦 他說我被調到亮島 我說被調到亮島 那為什麼會黑成這樣子 亮島 就被亮在那 亮島只有一個連 一個加強連 然後他們兩棟迎樓 就這樣子 其他什麼都沒有 在成功臉的時候 就要前一天要 隔一天要抽籤的時候 我打電話跟我媽講說 媽 明天要抽籤 那時候我爸呢 因為他是軍人退伍 他是也是 也是國防部退伍下來 然後他就說 那既然這樣子好 我就打電話交代一下 因為還有朋友 還在任職嘛 比方說調到國防部 去當勤務兵啊 或者是調到 那個中校東陸 有個後勤指揮部是不是 那我就說不要 因為那時候 我跟我爸感情不好 是 其實是浩強 賭氣 男子漢 我覺得不要這樣子 我就抽籤嘛 外島就外島 會怎麼樣嘛 然後呢 我媽就說 好吧 那就希望你不要抽到外島 留在台灣 起碼爸爸還可以照顧你 要幹嘛這樣 然後隔一天 中午我就打電話給我媽 媽 我明天要去坐船 你要去哪裡 我說我要去馬祖 怎麼會這麼倒楣 就真的外島 可是當抽到的時候 是有部隊的代號 對 拜登號 不知道是哪裡 但是我 因為我們班長知道 可以問了 可以問了 知道這個班號 抽到今天晚上你就分了 反面講說不知道 屁啦 你就看列票金門的 都坐在那邊 都知道喔 對… 真的啊 都在抽菸 對… 都抽台灣的 快結訊啊 真的 真的 我們不要在這邊講 我們去那邊 真的 列票全部坐地上都在抽菸 屋子就對了 屋子 真的啊 掉淚喔 到了馬祖的 第一就是早上嘛 第一天 然後呢 我們九個人 同梯的九個人分到同聯 然後那個聯長就說 好 那你 學一些新兵嘛 先不要幹嘛 下午帶他們去歌唱 是 我們就去了 去了以後就到一個山頭 那排場之後 那我們今天就把這邊的草都割掉 我們九個人就對望了 那戲裡面的OS都 他在說什麼 開玩笑吧 對 開玩笑 就是這樣子 他就開始 第一個就在這邊 然後第二個 帶到大概 這樣子 就是就這樣劃分的 一人隔五公尺 一整片一整片就是你歌的 很慘 然後你知道那邊 哥哥哥 那邊都是海你知道 然後班長 兩個班長在那邊抽 然後想說 那我就想說 我就割到那邊去看他 跟他聊 稍微聊一下好了 就偷偷的割過去 因為 真的離家很遠 你知道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又有女朋友 又想家 然後哥哥要割過去 想跟他聊聊天 講講 快看到他的時候 他已經哭了 真的 你怎麼哭 好慘喔 你知道 好慘喔 你都不知道 真的 超好笑 好大喔 經典 真的 夠精采 我在馬祖 我在馬祖有一個 有一個 天兵天道 有一個山地人 天到什麼你知道 他那個不是天 他那個是可愛的 可愛到你知道 有一天那連長在講話 在訓話 連結了場 然後突然就爬出來一條蛇 還滿大的 然後他就跑出去 就把他抓起來 連長你繼續 就這樣喔 連長你繼續 好厲害喔 你知道就這樣 然後就抓著蛇衣 然後隔一天晚上 大家就在那邊看他的蛇 他弄到一個罐子裡面 都不知道什麼蛇 然後隔一天早上 早上他就起來 拿那個蛇在玩玩玩 啪 被咬到 咬到了 然後流血 流血以後 整個就黑了 手就黑了 然後就送去 送去那個 馬祖 馬祖醫院 然後醫院說 完蛋 那蛇是劇毒 虧個花 然後送回台灣 天到不行 那個天到不行 真的 你知道嗎 他把我們的 把我們那個據點 當他家的動物園 他不曉得去從 他休假回來弄了鳥網 把我們整個據點網起來 你知道嗎 哇塞 好嗨喔 你知道 那個時候反正天高 天高洪地獄 沒有人管 他就真的有鳥 真的 每天都有考博老吃 每天考 鳥會飛到網子 對 然後他不曉得去從拿來 弄來的野狗 總共九條 九條 沒有 據點其實是要發狗 一兩隻 大概得到 牠會廢嘛 我們那個時候還有人會摸上來 你知道嗎 有一天呢 我就被牠騙 他說學長 來 這碗肉給你吃 還不錯 我不知道什麼肉 那我也沒有多想 我想說不會太離譜 這邊你弄得到什麼東西 我就吃 吃了一口 我就覺得怪怪的 我覺得那個味道不對 我說你告訴我這是什麼肉 他說狗肉 學長 我說狗肉 那我第一個反應是 我們據點裡面掃一條狗 那那時候 那幾乎是每個人看一條嘛 你總會有跟感情特別好的 我說你告訴我你殺了哪一條 牠就辯斥 哎呀 你不要講我也很難過啦 我有一次在嘉義 是白天我闖紅燈 嘉義 在拍大愛的戲 在阿里山下附近 是 我因為趕 一大早趕去要趕通告 然後紅燈 那我因為 鄉下其實平常去說沒什麼車 對 而且你在那邊拍個兩個月 兩個月三個月 你就清楚路況是怎麼樣 對 我就非常一下來 我就馬上左轉紅燈 我沒有看 我一左轉瞄到對面警車來了 然後飛快的就衝上來 那我想說完蛋 違規左轉一定難 我就減慢速度 他就超過我到我前面去 然後下來一個 那我就很自動的 就要去拿行照跟駕照 給他看 然後我一拿過來一轉 他看到我 他沒講什麼 直接跟我哈啦 一直跟我哈啦 哎呦你來這邊拍戲喔 來這邊出外景喔 我們這裡很漂亮 很多地方可以拍喔 然後就開始跟我聊 台灣靈異事件 嗯 陳明真好看 還是趙英華好看 然後呢 你們到底有沒有遇到什麼 一直聊… 我眼睛瞄到那個警車裡面 有另外一個警察在講電話 是 他有回頭看我們 最少有十分鐘 那個警察下來 開車下來 一下來 他一看他下來 態度馬上變了 你行照駕照我看一下 我發現沒有反應過來 因為我心裡想說 雖然我在趕著拍戲 但是想說這樣子 應該不會開我吧 對… 善了一下 我跟他善了一下 我就走了你知道嗎 可是應該是他學長 要不然就是長官 然後他馬上跟我要行照駕照 然後我行照駕照一給他 馬上要開單 然後我就走掉了 然後上車以前 他回頭對我笑一下 我整個悶到不行 三千六 闖紅燈 左轉 對… 我覺得 就是公正榮物對這一方面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占便宜 就是你態度客氣的話 就算他開的話 他會降價的開 對啦 會 真的 你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會給點情面 比方說你 其實是很嚴重的紅燈左轉 但你 你可能未在行照 他就看你未在行照 對不對 開比較輕的那個法格 就是你紅燈左轉 他就看你紅燈右轉 OK 少一點 左轉又一樣嘛 開玩笑的 但我們會講說 吹狗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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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是啊 狗也是會這樣 所以其實靈異的東西 我之前是都不相信的 我一直 就算有真的有感覺到 就像小時候玩蝶仙 或者幹嘛 我基本上都不痛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就是不存在 我一直的認知是 可是我拍了台灣靈異事件以後 就完全打翻了這個觀念 我拍完台灣靈異事件 拍台灣靈異事件 六年喔 我的體質已經是完全是 很容易就跟第三度空間接觸 可是只要這個地方不乾淨喔 我的全身就會 毛就起來了 站起來 而且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那個時候七月八月喔 吳宗德 吳之座 一定規定我跟謝祖 要穿西裝 因為要維護行警的形象 一定要西裝打領帶 七八月打領帶 熱死了 我們常常在荒郊野外 就整個人是涼的 是冰的 那個背喔 我跟謝祖有默契到就是 我們可以同時就是 就對看 就表示這個地方不乾淨 已經明顯到這樣 那通常我們碰到會有鬼 可是會碰到有神明的 像玉芳 玉芳來拍台灣靈異事件 他有皈依 他只要看到觀音的像 他就會一直哭 而且是瘋狂的哭 爺光 那你會感覺到 他看觀音 好像觀音在跟他講話 就告訴你這輩子要怎麼樣 你是來還的或是來要的 然後他一個鐘頭以上 沒辦法拍戲 結果一直哭 然後是狂哭那種 是不斷的掉眼淚那種 那我看到神明附身 是有一次我們要拍一個 三太子的戲 有關於三太子 因為前一陣子很流行賭博 大家都去問神明什麼 那我們黃西田是主角 他就是要問那個三太子 是有沒有什麼名牌或是幹嘛 然後我們去內湖 借到的那個廟呢 那個廟公跟我們說 他要給我們一個新的 不要拍現在上面供奉的那一個 他給我們一個新的 還沒有開光的 整個是貼紅紙的 他讓我們拍 因為拍這個的話 他絕對會不尊敬 是 然後好 那我們隔一天呢 隔一天找到 因為林事件是安檔的戲 沒有辦法延遲 每一天都要拍 只要一天不拍 大概就會 沒有辦法會開天窗 對 然後呢 那導演等了一個多鐘頭 廟公一直都沒有來 導演就叫道具 你拿出來我們去拍 我們先拍了 沒辦法等 因為如果天黑的話怎麼辦 明天要上 然後呢 那道具就問那個執行製作 怎麼辦 那導演一直在罵 我們那個導演是鐵齒到不行 裝導 就是裝導演 他鐵齒到不行 他完全不相信這個事情 他拍台灣林事件 碰到這麼多事情 他還是不相信 然後呢 導演就罵... 道具沒辦法 就要去拿來拍 拿來拍就被喪聲了 就整個人就被喪聲了 然後就罵 他就一直罵 就是大概類似小孩子的聲音 就跟你們講的 不要這個東西 不能怎麼樣... 然後我們攝影師去抓他 我們攝影師柯舍 海軍陸戰隊 包括我們燈光師 那時候我是第一次看到 那謝祖武他之前就看過 那我不敢去碰 因為我怕 我在旁邊看 那三個男生都燈光師攝影師 還有一個執行製作 去抱他 抱不動 他就一直罵... 那巧合的是呢 他罵內容是什麼 就大概就是跟你們講了 不要碰 有人要交代你們 會讓你們順利的拍 然後你們怎麼不聽 怎樣... 那導演就坐在椅子上 裝導演是 就是一副非常非常那個 然後就坐在椅子上 然後最巧的是呢 這個時候呢 那廟公打電話來 廟公打電話來 那執行製作一接 廟公就罵執行製作 我不是跟你們講 一定要等我來 連廟公都可以知道 我們已經坐在椅子上 狀況 對 那當時莊導演是不是這樣 我不信 沒有 那是假的 沒有 可是那件事情以後呢 從此他對那個工作人員 是非常尊敬的 因為他怕他 那你本身有沒有遇到什麼 靈異事件 真的看到鬼或是感覺 通常都看不到 看不到 通常都看不到 真的 除非 可是你有的時候會 不要自己嚇自己 通常你會自己 很累的時候 你會覺得 比方說你在路上開車 晚上收工回家的時候 你可能看到一個行 或是一個類似那樣東西 其實通常都是自己嚇到自己 因為你太累了 我最嚴重的一次狀況 從外雙戲拍戲收工回來 到B&W那邊 中城路跟那個中山路 中山北路那邊 頂了七點多 你的路標都好高級喔 都是B&W 中園 那邊只有那個路標 左邊是公園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通常會講公園 公園 我累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是小太保 對 在中公園 我累到怎樣你知道嗎 我睡著了 睡著 我醒來以後呢 我嚇死了 我發現我的車一直在退 很快速的退 其實不是 其實是我車沒動 前面車一直在開 我恍神了你知道嗎 我好危險 我趕快打檔要踩煞車 你知道嗎 其實根本沒有 我醒過來以後 我的車是在N檔 恍神會 太累了 對 會 我有我現在最好的 最好的這一票朋友就是 那個時候 就是差一點打架認識 就是你們以前喜歡打群架 打球啦 那時候打籃球嘛 就是曲愛玲他們打工 你也來拐子那種 沒有 那個很好笑 因為在台大 然後呢 反正他就在那個 籃架下面聊天嘛 然後他聊到場裡面來了 那我們就 就有人傳球要快攻要上籃嘛 那我球沒接到棒 撞到他了 說撞到他 我沒有推他 我撞到他我就很不開心 我說你是怎樣 你是哪個單位的 聊天聊到這裡面來 你是怎樣 我就很不客氣 我一講話這話我完了 我整個人就頭都低下來 因為他們總共八九個 就圍上來了 圍上來以後呢 他們也沒有動手 結果把我拉到旁邊 就什麼都不要講 他們就是插頭的那一個 就感覺是就是哥們 就是最大的那個 就說 我說你以後不要再來這個球場 我家就住在台大旁邊 不然我要去哪裡打球 我沒有講啦 我就好吧 我反而講我一個人而已 我就走掉了 走掉以後呢 隔一個禮拜 我跟我一個朋友 去東區 約在東區 要吃東西逛街 然後約在頂瓜瓜 以前那邊最頂瓜 要去IR吃飯 是 然後就看到他們一面走過來 又找你 以後不准來頂瓜瓜 去隔壁 完蛋了 我好不容易念書的時候 混西區 現在好不容易混到東區來了 連東區我都不能來了 然後 結果我的朋友認識他們 他們高中的同學 很好的同學 然後後來就玩在一起 後來就組這個幫派 全部都玩在一起了 沒有幫派了 哪有幫派 叫 瓜瓜幫 沒有 什麼瓜瓜幫 就反而 就反而到現在 我跟這票是最好的朋友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看國片 我們很少看洋片 就念書的時候 然後我有一個很好的同學 從小一起找到 他就住在我家隔壁 是很好的鄰居 長得很像ET 沒有 然後國中畢業他就出國了 出國的第一年的暑假 他回來 他說 我帶你去看電影 他平台語很好 反而國語不太好 他說有兩個兄弟 兩個兄弟拍的戲很讚 ET 我就去看 我就去看 我第一次看外國片 就是ET 超好看 你真不留心 然後他回去呢 回去我每一年就 我們常常會通電話 那兩個兄弟還有拍片嗎 有啊 ET 介紹給我看 太陽帝國 然後印第安納瓊斯 都是Steven Spielberg拍的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兩個兄弟 對 你聽我講完嘛 然後呢 那邊要約老兵 老兵那個高聰明 然後有一天呢 起床起 有一天我哥就說 欸 黃潔平好無聊 我們去出片 我們就去DVD 那個不是DVD 那時候都錄影帶 那我就看到 飛輪蝶選 史蒂芬史比伯監製的 不是導演 監製的 我就跟我哥講說 哥 這兩兄弟拍的戲 很小看 一定要看 我哥就說 史蒂芬史比伯 不是兩兄弟 他是一個人而已 我一直以為 史蒂芬是一個人 史蒂芬是 湯姓史 對不對 我一直叫史蒂芬 我一直叫史蒂芬 他們是兄弟 我一直叫史蒂芬 林二維你還覺得 他是你大隊長嗎 他檢查那麼冷 我也檢查 誰沒有年輕過 所以就為了這個 跟你那個好朋友吵架 對啊 他每次 然後他打電話給他 我跟你講 他會打電話給我講說 他又出了什麼騙子 他又拍了什麼騙子 我不要看 你怎麼會因為自己土狗 你自己白癡 你要怪你朋友 沒有 因為那時候算是土 那時候真的算土 兩兄弟 我後來跟 就是我們後來不是有 不打不相識那一票朋友 後來我們後來有因為女生 因為女生就背叛對方 因為我們那時候出去玩 都是五六個人一起出去 然後就拔妹 然後就拔到四個 然後去月店玩完就吃早餐 然後吃早餐 比方說我跟宥威看上 宥哲營 真的喔 對 然後那時候就會 那時候不會直接留手機 因為有很多人沒有手機 他就會說 BB Code 那個 你為什麼都要講戒嚴時代的 那種故事 沒有戒嚴 沒有那麼久 那戒嚴後了 就是BB Code要轉手機那個年代 可以啊 我這麼老 那以後罰我來都發康丁什麼 不要發這麼年輕的跟我配啊 沒有… 還發王夢玲 夢玲哥 然後呢 他就會要留紙條嘛 就電話 然後電話 比方說這電話傳過來 就因為坐得比較遠嘛 會經過宥威然後再拿到我手上 宥威已經背好了 然後我就隔一天下午我就打電話給 欸 劉哲營 我想約你吃飯可不可以啊 可是剛剛宥威已經打來了 我已經跟他約好了 因為在傳紙條當中 那個宥威已經把電話背起來了 我們常常會這樣子 這種事情知道誰會做 小鐘 小鐘就會就是先把人約出去 他們不是約去看電影 什麼小馬也打來 憲哥也打來 小鐘就是屬於傳作先記下來 這樣會惡訓循環 你知道因為這樣子的話 比方說以後宥威喜歡的女生 我就一定會想要把他到就對了 你會這樣 就報復啊 那種爛例子就是要把他阻絕掉 對… 不可以 朋友之間不可以為了這個傷感情 對 輪迴不是這樣輪 真的 汪建民你被梁修昇出賣過 他怎麼會這樣 可以直接講出來了 梁修昇 梁倒 梁倒 汪建民說你出賣他 我那個時候就拍打電影時間 之後謝祝武離開了嘛 然後就找 五哥就想說 找一個比較有份量的人來 來打 就是來跟我一起搭就對了 然後我就剛好梁倒那段時間沒空 有空 可以來 就跟他 就跟他講好來三個月 來拍 就是一起跟我演刑警就對了 然後有一天拍夜戲 很晚了 不是拍夜戲了 拍戲拍到九點 還沒有放飯 然後導演很兇 我餓到翻了 然後他們在華視 那個時候警察局就是華視 就是改成警察局的辦公室就對了 他們在華視走廊拍 拍陳明珍他們 然後我跟梁倒在辦公室 那便當已經送來很久了 我整個人已經惡煩了 而且我那個時候還在發育 你那時候還在什麼 發育 你幾歲 你那時候 童林寺有十年了 你十年前在發育 你十年 你還 你哪裡 發育哪裡 對 你們一定要這樣 你十年前代退了吧 你們一定要這樣攻擊來進去 好 好啦 對不起 發育 發育 發育到 等一下 奶奶 我怎麼樣你是為了 發育 你賤耶 然後 然後梁倒就說 沒關係 你吃 我說不行啦 導演會罵人 因為我們那時候拍戲 導演沒有喊放飯 吃飯是要命的 會很慘的 沒關係 你吃 我說不行啦 不要開玩笑啦導演 沒關係 你覺得我的份量我要你吃 你覺得導演會生氣嗎 有我在你怕什麼 真的假的啊 然後就拿了一個便當來就給我 那因為我真的非常非常餓 我就把便當打開就吃了 謝謝導演 我就拿來開始吃吃吃吃吃 導演怎麼不見了 然後我就聽到走廊上面有人在講 那個導演 我跟你講 王建民他餓了 他先吃飯了 等一下呢 你又別罵他了 我會把便當收起來放回去 其實梁倒 我聽起來不算出賣 對啊 算了 怎麼不算 萬一導演生氣怎麼辦 可是導演有沒有生氣 沒有 正常來說 我會以為他會陪著我吃 導演他們進來的時候 他會幫我Cover 我沒有想到 他會走出去跟導演想著 這樣梁倒算好的 我覺得是很正確的 我覺得梁倒的原因是因為 他認為他有這個份量 先去告急 沒有… 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 他是開玩笑 對 他是故意的 會聽語氣的 對 因為正常 如果他要陷害我的話 他會小小聲講 他講很大聲 他講很… 他講給我在裡面聽的 我跟你講 你不要這樣想梁倒 梁倒也有可能在發育 對 他怎麼開玩笑 對不對 所以他奶奶也痛 梁倒 奶奶痛不痛 不是啦 不過梁倒這樣還好啦 我拍戲會這樣 我會叫那年輕人 先吃 沒關係 先吃 你先吃 康哥不會 但是那個年輕人 如果吃了第一口 他玩了 他馬上就 喔 教練 偷吃便當 我有這樣過 我嗨過那個誰 吳靈山 就是延安 我知道 空安那個 那個空安 對 他去 我們去五哥家拍戲 他把花瓶打破了你知道嗎 那不白道怎麼可能 然後我跟謝祖武說完蛋了 你完了 我告訴你 五哥家沒別的值錢的東西了 這個花瓶我記得是清朝末年 他整個人臉綠了你知道嗎 真的 我跟謝祖武在旁邊 謝祖武戲很好 謝祖武 你求 你真的求 我們就演戲你知道嗎 他要怎麼辦 我 沒關係 我跟五哥的交情OK的 五哥一來 我跟你講 我幫你跟他說話 我幫你說 多少錢沒關係 然後就拍戲拍一拍 製作人回來了 製作人又回來了 然後我就看到503就 就很求救的眼光看著我 你知道嗎 我就衝他 五哥 我跟你講 五里山把花瓶打破了 我就看到五里山這樣 哇塞 結果那花瓶一點都不值錢 就很一般的花瓶 好多都學 你都學壞的 對